本地今天新增12起本土传播冠病病例 全都属于社区感染力 5起同之前病例暂无关联 卫生部说 新增的12起本土传播例中 7起同之前确诊的病例有关 当中两人早前已被隔离 另外5起则是通过当局积极检测发现的 9起境外输入病例在入境时已经接获居家通知 他们都是回国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目前我国累计病例62266起 另外冠病疫苗专家团也密切关注 年轻男性接种第二剂mRNA细史核糖核酸冠病疫苗 可能导致心脏炎症的国外报道 对此专家团建议公众 在接种第二剂mRNA冠病疫苗的一个星期内 避免进行剧烈运动 尤其是青少年和年轻男子 截至6月7号 卫生科学局共接到6起 接种疫苗后出现心肌炎或心包炎症的报告 其中4人是年龄小过30岁的男子 他们都已经康复出院 接种第二剂mRNA细史核酸